十五 怎样成为影响力大师 很久以前 准确的说是公元一二五年 在遥远的银河系 天行者卢肯 赢了至关重要的一仗 他说服黑武士倒戈 共同对抗邪恶势力 最终拯救了自己的生命 也为整个银河系 带来了希望与和平 那天行者卢克是怎样 说服黑武士的 怎样利用这种说服技巧 让您成为行业霸主 星战系列的最后一集 绝地大反击中 卢克对黑武士说 我知道你内心善良 我能感觉得到 难道会说这句简单的话 舒服了黑武士吗 或至少是埋下了舒服的种子 一个心理学实验告诉我们 卢克的成功就在于那句话 这句话运用了 说服力的标签技巧法 即公开给他人贴个标签 表明他具有的个性 态度 信仰 或其他特点 然后再提出符合 该标签特点的要求 为了不单虚名 他人就会同意您的要求 理查德·叶兹 作为一个实验 他能表明标签技巧法 在说服他人投票上的效果 理查德随意告诉一组选民 从他们的兴趣 信仰或行为看 他们会积极参与投票与政治活动 另一组选民则被告知 他们的政治积极性一般 实验表明 前者不仅自认为 比后者更优秀 在一周后的选举活动中 其出席率也比后者要高出15% 当然 政治以外的场合 也可以运用标签技巧法 如领导改选 或是卢克与邪恶势力的战斗 许多商业场合和日常生活 也能用到 比如您为某人下达了一项工作任务 但他担心不能胜任 这时 告诉他 您对他很放心 因为他是个坚韧不拔的员工 前几次类似的任务 他都完成得很出色 这会帮助他重拾信心 老师训练员和父母 也可用相同的方法引导当事人 结果一定会不负众望的 这点对孩子也屡事不爽 我们发现 当老师表示喜欢 想把字练好的学生时 学生们就会花更多时间来练字 尽管他们知道 不会有老师在周围看 这种方法还能加深于客户的感情 您也许很熟悉航空公司这样的做法 航班结束时 机组人员会告诉旅客 感谢您在众多航空中选择了我们 这样的话是在利用变形的标签技巧法 暗示旅客 他这么选择是有原因的 原因就是对该公司的信心 这样的心理暗示更加深了信任度 同样您可以告诉客户 他们的选择是对您和公司的信任 对此您十分感激 并会不负所托 最后请注意 这种方法用的不好会有背光面 像其他技巧一样 它必须被诚实地使用 也就是说 索贴标签必须符合事实 当然我们知道您不会滥用这个方法 因为我们知道您是个好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